刘备的儿子 刘备的儿子 刘缠这人就很精灵 他知道保护自己 当时也是蜀国灭了之后 这个西晋不是把他 押解到洛阳去吗 也是做了王国楼 但是司马昭那些人 也是在试探流产 看你有没有扶辟之恋 你是不是心甘情愿地投降 所以就开一个party 把蜀国的故技 蜀国的文艺工作者找来 他们到那里表演蜀国的歌舞 在场的那些蜀国的文艺官员 无不动容 因为想起故国 那蜀国也是很富裕的 对不对 因为往往都是富裕的国家 被穷国家灭掉 那么他们看见了蜀国的歌迹 在那里表演蜀国的歌舞 他能不伤感吗 但是后祖流产在那里 手舞轴道里 嘻嘻哈哈的 有人说他没有心甘 其实未必 当时司马昭问他 说你失俗府 想不想蜀国啊 他说此间乐 不失俗 这洛阳很好玩啊 我还想蜀国干什么 于神说 这个人难怪人家说他蠢啊 这真是蠢到家了 但是他不知道 这个流产是在保护自己 如果他要是像李后祖那样子的 抱着他的属下 痛哭 说我后悔啊 后悔杀了潘友李平啊 那就完蛋了 那就完蛋了 所以有人说 说流产这人很狡猾 而后祖这人反而呢 李后祖这人反而很真实 我相信 我赞成这个观点 因为流产这个人忽悠别人 在他们家里是有家传的 你们还记不记得 当年呢 曹操不是把他父亲刘玄德 搞去喝酒吗 煮酒论英雄吗 说刘玄德 你说谁是英雄 他故意找一些不是英雄的人来回答 一会儿说 袁绍是英雄 一会儿说袁树是英雄 一会儿说龚顺战是英雄 一会儿说吕布是英雄 就不说自己是英雄 曹操急了说 天下英雄 死君与超 只有你和我才是英雄 这下子说到内心去了 当时筷子就掉在地下了吗 说出来内心的秘密 那刘玄知道这样不行了 这会露仙了 刚好天上打雷嘛 天上打雷就掩饰过 说一雷之正 以至于此 你看天上的雷是呢 把我的筷子都挣到下面去了 这是把曹操忽悠过去了 曹操何许人呢 那么精明的人被牛被忽悠了 司马昭何许人也是那么精明 被牛肠忽悠了 是吧 所以他们家里有这样一个传统啊 对不对 还有家学 那你说李后主你哪有这种家学呢 当然李后主他也不愿意这样做 他就是很真帅的人 很真帅 是吧 所以我们说李后主的性格的主要的特点 就是真帅 这种真帅的人是绝对不适合于做皇帝的 他不懂得权术 不懂得说假话 是吧 但这种人适合做什么呢 做慈人 这慈人就是要这样的人 所以王国为在《人间慈话》里面有一段名言 他说李后主 身于深宫之中 长于妇人之手 是后主 为人君之所短处 然一世气 为慈人之所长处也 你看身长在深宫之中 长在后宫妇人之手 身在深宫之中 长在妇人之手 没有见过世面 是吧 没有出去挂职锻炼过 这叫身于深宫之中 长于妇人之手 是后主为人君之所短处 作为人君 这是他的短处 因为他不善于跟人打交道 不善于识别中间 但是是其为慈人之所长处 慈人就是这样子 所以王国为讲 他说慈人者不识其 赤子之心则也 慈人就是要赤子之心 什么叫赤子 赤子就是刚刚从凉肚子里面生出来的孩子 那个时候的孩子 是没有被社会所污染的 所以叫赤子 你看他的一生啼哭 多么响亮 多么真实 到后来长大了 慢慢就开始说假话 大人就教他说假话 有些大人在家里 异能幼儿园的老师 当着小孩的面 异能 异能完了就说 你记得出去的时候 千万不要跟小朋友说 这样老师会不高兴的 就说假话 这小孩子说假话 最初是幼儿园的老师 最初是父母亲教 然后幼儿园的老师教 然后小学的老师教 中学的老师教 一直说假话 听到二十多年的假话 突然一下发现 韩寒和郭敬明不说假话 好 我们就喜欢你 我管你文学水平高不高啊 你说真话 我就拥护你 所以还有那么多的粉丝 知道吧 这是对长期以来说假话的一种反驳 那么赤子就不是这样子 赤子是做真话的 所以说真正的词人 就是应该有赤子之心 现在赤子这个词乱用 有很多投机分子 在国外根本分不下去了 回来当一个海归 说哎呀 我是为了国家回来的 我为了建设我们的祖国 于是那些抬轿子呢 就说这真是有一颗赤子之心 国外恶魔好的待遇 他都不留恋 他又回来报效祖国 其实根本就是在国外 昏不下去了 投机分子 所以我说 不要把那些成年人称为赤子 赤子就是刚刚从凉斗子生下来的 没有被污染的 那才叫赤子 李后祖这个人 生长在生宫之中 但是他没有被污染 你看他写的一些作品就很真实 大凡真实的人 他写的作品是不需要雕琢的 自然 所以我们评价李后祖的词 就是四个字 第一真实 第二自然 你看看啊 我们看看他的代表作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不可能讲很多了 但是我想像李后祖这样的人 我们讲一手就够了 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他 是吧 大家读一篇好吧 他就代表作于美人 开始 于美人 这个作品按照刚才王志的末迹的记载 就是最终要了他的命的那一首词 他说了 毁当仇撒了潘友礼品 是吧 他在七月七的那天晚上 找歌进来演奏歌曲 声闻于外 再加上他写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 和宜江春水向东流 三件事吧 宿醉并发 一并作之 最后用千剂药都死了他嘛 这个作品究竟写的什么呢 春花秋月何时了 就是说这样一种日子 春花过了又是秋月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一个了结 李后主在开封的时间 前后三年 有人说李后主贪生了 其实不是叫贪生 他是因为没有勇气去死 他不是叫贪生 他知道这活着是没有价值的嘛 据说在宋朝的军队攻进金陵之前 李后主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后宫里面准备了干柴 他是准备带着稀儿老小 一块的就复火自焚的 但是他没有这个勇气 他是个文明 后来做了俘虏之后啊 这个宋朝的大将 就要李后主一干人上船 他们那个船呢 就停在那个长江边上嘛 那个船到岸上 中间呢 他还有一段距离 就有一个跳板 李后主就走上跳板 走上跳板之后 就跟宋朝的大将曹兵 跟他寝室说 我能不能回去 祭拜一下我的走先 就是告辞祖庙啊 告辞完了之后 我再跟着你走 曹兵说可以 你回去吧 他走了之后 曹兵的手下就说 说大将说 将军你怎么能放他走呢 你放他走 不是说放虎归山吗 曹兵说你放心 此人一定会回来的 他为什么呢 他说他根本是一个怕死的人嘛 你看他刚才走那个跳板的时候 他战战兢兢 他怕死 所以这种人既不会来反 也不会自杀 果然 李后主后来来了 他这个文人 他没有那种死的勇气 但是他并不是贪生 所以这给我们启示 有许多人之所以不死 他是因为他不敢死 他不是因为觉得活着有多么幸福 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同情的 李后主就这样 你看春花秋月何时了 是这种日子 一年一度的春花秋月 什么时候才是一个了结 那这里面就已经表示了 想死的愿望嘛 就你说没完没了的日子 你说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往事之多少啊 每当看到春花 看到秋月 就会联想到往事 往事特别多 所以叫往事之多少 这就是不想活的理由 我想起往事令他悲伤 但是小楼昨夜又东风 小楼的楼头啊 昨天晚上又刮起了东风 那不是说又一个春天来的吗 所以又勾起他的往事 叫做故国不堪 回首月明中 故国的南唐故国啊 故康回首 但是月明中 又使得他自己不得不回首 下面就想象故国嘛 雕南玉气 因有在 故国的雕南玉气啊 那些雕花的栏杆 和玉石的台阶 应该还在 应就是推测嘛 只是朱颜感 只是朱颜感 是吧 有的版本居然把它改成 雕南玉气 仍然在 大错 为什么大错呢 开封离南京有多远啊 他怎么知道南京的那些 雕南玉气 仍然在啊 他真的是推测嘛 就是应该还在吧 毕竟只来了两三年嘛 但是 雕南玉气 应该还在 只是我 已经憔悴了 朱颜是指人的容颜嘛 但有的版本说 说雕南玉气 应该还在啊 只是油漆斑驳了 把这个朱颜 说成是油漆 请问 雕南玉气的油漆斑驳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远在开封 你怎么看得见的 不真实吗 所以我们说 最好的解释就是这样 雕南玉气 应该还在吧 推测 只是我 朱颜改 这是确定无疑的 憔悴了 正因为朱颜这两句 是写他自己的容颜 所以下面才接得上 问君能有几多愁吗 请问你为什么 朱颜憔悴呢 就是因为你有愁 你有多少愁呢 恰是一将春水向东流嘛 就是没完没尽的愁 没完没了的愁 这个愁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愁 也是国家的愁 也是文化的愁 为什么老是落后人打败先进的呢 你们看中华民众历来都是这样 你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 他打楚国 楚国当时的经济文化 比他秦国发达到哪里去了 所以楚国人不服气 楚国人说 楚虽三户 亡情必处 虽然我们的大富人家 我们的贵族只有三户 但是我们一定要亡情 最后不是出现了牛邦项羽吗 陈胜吴广吗 都是楚国人 最后就把那些秦朝给你灭了 你这个落后的地方 你怎么打先进呢 但是他们就不知道 后来都是落后的打先进 因为先进的地方 往往在南方 南方人会搞经济建设 会搞文化建设 就是不会打仗 为什么 体力不行 体力 再一个来 他太富贵了 他没有那种必死的勇气 他流量深了 所以老打败仗 凡事建在南方的王朝 没有一个 不是以短命而告终 所以李后主有多少仇啊 我想啊 如果要起李后主 在地下问之的话 他会不会想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这么先进的一个国家 居然被一个宋朝打败了 经济文化比他强得多 最后被人家打败 是吧 当然宋朝后来也遭到了这样的待遇 宋朝后来把个经济文化 也是建设得很好 但后来被一个金朝打败 然后又被元朝打败 那更悲伤 更悲伤啊 那比南唐的灭亡还要悲伤 就是在广东的新会 在衍门那个地方 宋朝的军队最后被元朝打败的时候 宋朝二十多万军民同一天跳海而死 你说中国历史上没有这样更惨烈的事了 为什么二十多万军民同一天跳海而死呢 因为他们留恋宋朝 他根本就接受不了你这个元朝 你那么落后 他怎么接受 所以我们说元朝的到来使得中国的经济文化倒退三百年 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 明朝到了后来又把一个国家又建设得很好 经济文化很繁荣 但清朝一来又死得倒退三百年 我敢对我讲的这些话负责 从前我就是这样讲 最近我发现一个学者也这样讲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历史学家 他也这样讲 好 找到知音了 所以今天我就理直气壮地讲这个问题 当然他这个还有一些其他具体的 我们就不说了 所以我说你说问君能有几多仇啊 这个仇太多了 恐怕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失去了江山 失去了皇帝的位置 很多都是令人忧愁的嘛 刚才我在讲的 为什么老是落后地打败先进的呢 这不令人愁吗 你辛辛苦苦建立了经济文化 那些在军事上强大的人 他很快就把你打了 把你灭了 所以这个作品是一个伟大的作品 你说李后子这个作品 他有没有用点过啊 他没有 真实的人讲话 从来不需要掩饰自己 他也不去刻意地去安排他的结构 但是他的作品就是天籁 你看春花秋月何时了 这句 那人家就问为什么你有这样感觉呢 因为他容易让人想起往事 所以叫往事知多少 下面转折说 小楼卓越幽东风 既然小楼卓越幽东风 所以又会想到故国 这不前后噪音的很好吗 既然想到故国 所以过篇就想故国 故国的刁难欲气应该还在吧 只是我的容颜改 因为容颜改 所以就有仇 有多少仇了 恰使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种结构又自然 又无懈可击 他从语言 从结构上面都是天籁 天籁 所以有人讲 李后祖的词啊 就是这样 一个是真实 一个是自然 他绝对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 不管这种感情 大家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理解 反正他是真实的 另外他表达感觉 从来不修饰自己的语言 也不用典故 这才是真正的 我们说的天类的文学 第一是真实 第二是自然 李后祖虽然在政治上 是一个失败者 据说当年他到了开封的时候 宋太祖 赵匡言问他 说这哪像个皇帝啊 这根本就像个汉林学士嘛 就是个文人嘛 是的 他确实是个文人 他的问题就在于历史的错误 让他去做了皇帝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做皇帝的前夕 他的五个哥哥全部都死掉了 那他不做谁做啊 包括那个采集他的太子也死了 另外的几个哥哥早就死了 所以他不做也得做 所以他做皇帝是历史的错误 所以有人说李后祖在政治上是个失败者 确实政治上他失败了 但是文学上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李后祖被称为池宗的后祖 那就是池宗的皇帝 我们可以说没有谁的池 达到了他这么高的成就 而他的这个成就呢 又不是自己刻意追求的 天赖 这样的人恐怕五百年都出不了一个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多得很 仅仅是亡国之君就有八十多个 那么李后祖是亡国之君当中最有才华的 我还要补充说一下 许多亡国之君都是有才华的 他们之所以亡国 绝对不是他们的品质问题 有时候很简单的原因 就是气候 气候变化了 北方的游牧民众没有办法生成 必须要侵占南方 要占领中原 所以他们就亡国 但是李后祖在这些八十多个亡国之君当中 又是最有才华的 所以说啊 这个德石这二字很难说的 他丢了江山 但是他赢得了千千万万的斗者的崇拜 他死了这么多年了 我们今天还在这里还在讲他的作品 你说他值不值啊 绝对值嘛 是吧 想法那些欺负他的人呢 早就灰灰烟灭 但是他是不修理 这也就是曹丕这个人认识到的问题 曹丕说 文章乃金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十二进 荣乐只乎其胜 未若文章之无穷 所以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 他们刻意要追求文学 因为这些东西是可以不朽的 而其他的 神马都是浮云 所以以后主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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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